另外为了提供发展此缓而 吞咽困难以及肢体障碍者 有更充裕的照护空间 门诺医院从去年底开始 启动了不放弃的医院住建计划 目标是筹募两亿元的建设经费 而知名艺人于子玉 也看到门诺的需求 挺身担任公益代言人 邀请民众携手守护生命中 最小的是 打开象征母亲节礼物的大型礼物盒 上头卸着妈妈我爱你的祝福气球 缓缓升起 而其中知名艺人于子玉 也挺身担任公益代言人 邀请民众携手守护生命中 最小的是 好啊 东霖她跟我说妈妈我爱你的时候 我找人家人呗 吃那母亲节礼物好小 却很重要 所以门诺医院一直无意放弃 我一路念书其实功课都不是很好 一直到我后来当歌手 很奇怪 我只有唱歌 我记歌词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后来后来也是误打误撞当了演员 当了演员之后 我也不会被排词 所以我觉得都在找方式都在学习 然后到后来我才慢慢觉得 我小时候好像真的比别人慢很多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知道门诺医院 尤其是要帮助早疗的小朋友 我觉得如果提早可以帮助他们 有方法有一些专业 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 可以很大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是到了很大才知道说 原来如果早点知道方式的话 我也许可以更早有机会帮助别人 为了提供发展持缓儿 囤研困难及肢体障碍者 有更充裕的照护空间 门诺医院从去年底开始 启动不放弃的医院逐建计划 目标筹募两亿元的建设经费 感谢很多人的帮忙 跟上帝的帮忙 我们的供给在现在缺供 不容易整合的过程 我们落后一点点 落后1.3% 那其他已经到25% 那在这一次的募款 我们跟卫福部申请的这个 为了找疗这个部分的募款 我们跟卫福部申请两亿的这个募款的这个额度 那感谢社会大众 我们已经募款到37% 以及大概有7000多万 已经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那因为公企陆续在开展 那这些募款的需要 还陆续会需要大家的关注 最后艺人余子玉也亲自献唱一曲《妈妈的话》 在母亲节前夕希望有更多民众看见需求 帮助曼菲天使肢体障碍者以及吞咽困难的患者 获得更妥善的照护 当我还是个小娃娃 妈妈曾经对我们说话 孩子你有一天会长大 这句话你不要忘记它 哎呦 有点激动 妈妈说 你不要羡慕那邮箱 我怎么突然有点感动 就是不要羡慕那些有钱的人 有钱人的烦恼你一定听问 也不要羡慕那虚荣名声 爬得越高就跌得越深 我觉得能够一步一脚印 跟着妈妈学习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也真的祝福所有劳苦功高的妈妈们 真的辛苦了辛苦了 记者许立琴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